如果有一个道具可以让一个房间变身百层高楼 你是否有兴趣来当包租婆呢 小多拉最近恰巧就网购了此道具 只要在两层之间添加积木 就会无中生有多出一层 之所以会网购此等神器 只因两人迷上了一项新运动 床垫大战 说时时内是快 只见两道身影闪过飘过飞过 大雄就被虐属性附体被小多拉调教了起来 可楼上拆砖接瓦的速度 直接让楼下的老妈抱走 她二话不说杀到现场 就要让大雄死或者不活 所以小多拉才有了改造房屋的谋生大忌 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又建造了一层 这样就算在三楼扔磕导弹 一楼也不会有任何声响 于是两人又冬刺大刺嗨起来 九九八十一回合后 老妈只当是别家的熊孩子继承了大雄拆家的衣钵 而大雄野人生头一回摆脱了牢道的老妈 拆完家的大雄喝水补充体力时灵光一闪 决定喊来媳妇看看婚房 可大雄在走出家门后就智商下了线 因为从外面看仍是二层别墅 原来这是四次元空间 只对内部构造产生影响 大雄找到静香时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最近静香家附近施工 她正巧想找个安静的房间学习 而大雄的这套婚房正合态意 正巧此时小多拉要出门当海王 她警告大雄千万不要乱用道具 可大雄从小缺盖长大缺爱天生就爱擦枪走火 只是转眼间功夫 出租公寓的广告就已经贴出去了 而小夫成了她的第一金主 因为老母亲最近更年期 她没法在家安心看漫画 于是大雄又添了一层租给了小夫 小夫一看房间立马上跑 直接掏出巨款预支了一年的租金 安排好小夫后 大雄就按捺不住悸动的新根静香天长 第九地老天荒 然而就在此时 施工队竟然闪现到了大雄家楼下 眼看静香被吵到要去找学霸 小夫也嚷嚷着要退租 而胖虎还在此时要预约公寓 大雄只好卖着血脉小碎路 跑回房间打造了个九层大别墅 然后把八层安排给了静香 七层安排给了小夫 六层安排给了胖虎 可跟胖虎做生意是要有觉悟的 胖虎租你房间是人情 如果大雄敢伸手要租金 那就会把人情完成事故 与此同时小多拉回到家 整个喵都被门前的广告惊呆了 她迈着小短腿一路爬楼梯 本以为该到顶楼了 结果一开门 被胖虎逼疯癫的 还有刚住进的两位租客 迫于两人退房退租的压力 大雄只好在胖虎的楼上 夹了几层空房间 终于让世界安静了下来 奇料此时没穿裤子上门求租 大雄只是在人群中 多看了老妈一眼 就预感到江湖险恶不行得撤 她在老妈杀到现场前 不将武德疯狂盖起了楼 足足盖了上百层才肯收手 害得老妈体力不知当场命丧楼梯处 而此时的顶楼已成了 东京最高建筑 可人又不能光吃不拉 想上厕所的大雄的表情 全写在了脸上 她在楼梯间看到了 诈尸的小多拉 可肚中有屎 朋友的生死又算了什么东西 但令大雄万万没想到的是 下了几层楼后的大雄 再次看到了诈尸的小多拉 好家伙 大白天遇到了鬼打墙 原来小夫为了给自己来点福利 不仅添加了楼层 还换了房间的位置 看来刚崛起的不动产大佬 也只能屎飞翔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怒气质变成了可再生能源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暖宝宝 可以从生气之人的情绪中提取能量 从而转化为热能 让北方的冬天不再寒冷 三九寒天 大雄穿着短裤在外面溜弯 恰巧碰到穿同款短裤的坤坤不敢回家 因为他的爷爷就像个煤气罐 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弱小的他可没勇气跟红脸的关公对抗 事不关键 大雄先撤 本想回家取暖恢复血条 却发现煤炉中没有火烤 顿时指着偷懒的小多拉就破口大骂 可家中早已没有没有 因为赶上元旦 卖没有的店铺正在关门跨年 就连家中每年都用的被炉 此时也变成了废铁嘎的 大雄顿时气到血管爆裂 见此情景 小多拉立马把他当成了插座 下一秒 大雄的怒气质清零 原来这个平平无奇的暖宝宝可以吸走怒气质 并将它转化为热能 好家伙 这种取暖神器 挂在某宝上起码得9块9包油 然而很快 暖宝宝的能量就被耗尽 据小多拉分析 这时大雄刚才不够生气 于是小多拉决定卖队友 眼看老妈要把大雄变成妙龄男师 小多拉赶忙充浪 下一秒 老妈竟表示过年不打孩子 攒到年后一起打 而两人也靠老妈的怒气质狠狠取了一波暖 可小多拉却担心暖宝宝扛不过今晚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找到了小镇中杀疯了的男人 小多拉将暖宝宝插入胖虎体内 然后准备在线挑衅 奇料胖虎今天并不和善 反而和善 因为他手握上百张抽奖券 决定靠他在新年体验吃喝玩乐一条龙 只见他来到抽奖现场 就把上百张抽奖券砸在了桌上 小多拉伸直抽奖的套路 认为百发灵中的胖虎届时 定会怒气直拉满 胖虎首发喜提安慰奖 但他自认票子多 一二三等奖早晚会被自己轻松拿下 看着有票子就有底气的胖虎 毫无生气的迹象 大雄感觉在胖虎生气前 他俩会先被动成妙龄男尸 就在此时 小夫手拿新款玩具 想约大雄归房相聚深度探讨 可现在大雄的眼中全是胖虎 看着自己主动摆给 大雄却另结心欢 促往小夫一脚地板油气跑了 大雄只可惜错过了这波到手的移动电源 而另一面的胖虎终于有了生气的迹象 可惜阿丹手欠 摘掉了插头 胖虎的怒气无道具压制 顿时便开启了红脸特效 伴随着最后一摇的结束 胖虎避开了所有中奖机会 喜提上摆的安慰奖 大雄高兴极了 觉得在家把劲 这波怒气质都够过冬了 于是他变身嘴强王者 拿没中奖说是 觉察到一样的小多拉上前查看 整个妙都惊干了 就在大雄摆出十八般嘴迹后 胖虎终于炸了 将两人炸成了一摊番茄酱 没死透的两人完全不在乎伤情 只可惜错过了这波能量 但大雄突然茅测顿开 想到了一个媲美胖虎的红棒 他来到昆昆家 拉着他主动送死 奇料红脸关公一开门 就吓得大雄原路返回 但为了凑足过冬的能量 大雄主动卖了队友 并在背后挽起了被刺 红脸关公瞬间恢复正常脸色 大雄建议昆昆游手好闲 引得关公再次杀上门 可下一秒 又觉得孩子就应该及时行了 听说关公最忌讳家中吵闹 大雄便在家中跟昆昆玩起了篮球 关公一秒杀到战场 却希望他们闹得更猛烈些 这下就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大雄跟昆昆从篮球玩到枕头 关公的脸也是红白脸特效无缝切换 然而就在大雄想拿走暖宝宝时 昆昆却希望把他留给自己 因为他也渴望过上正常生活 他出门时不慎跌倒 球砸到了关公脸上 意外撞掉了暖宝宝 昆昆本以为关公会怒气直拉满 可他却关心起昆昆的伤情 原来关公也渴望跟孙子拉近关系 可不懂得如何交流的 他误以为严师出高途 昆昆将暖宝宝归还给大雄 因为爷孙俩找到共处的方法 已经不再需要暖宝宝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拥有超能力不再是痴心妄想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超能训练盒 只要每天对着他情价练习 什么念力顺移透视 都能轻松拿捏 最近的胖虎有点狠 一拳捶爆了春夫的五脏六腑 大雄本以为两军交战不斩来时 刚想劝架 起料胖虎一个眼神 大雄就原地认损 直夸胖虎出拳贼帅 可回到家中 他就为了今天狗命不要脸的行为畅悔 他也渴望当回正义使者 只可惜自己体弱脑残还有点损 小多拉刚想掏道具 又果断放弃 因为这个道具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像大雄这种三秒针 男人必定用不上 而这个道具名为超能训练盒 能够赋予人类念力透视眼和顺移的能力 但若要运用自如 每天至少训练三小时 还得持续三年 为了甩飞胖虎二里地 大雄决定从念力一物开始 只见他发动所有脑细胞 想让训练盒动起来 只可惜台下三年功才能有的能力 台上三秒钟根本无法实现 于是他一秒放弃 决定试试自己的透视眼 这样就可以考试作弊轻松成为学霸 只见他盯着训练盒 生怕眼睛瞪得不够大 其料盒子不仅没变透明 反而凭空生了起来 这下大雄原地认领了超能力小能手的身份 虽然这个超能力跟他一样会迟到十分钟 于是大雄决定趁热打铁再来试试顺移 只见他开启了八眼特效 希望盒子原地消失 其料盒子不仅没消失 反而变成了透明 大雄顿时高兴极了 然而下一秒 训练和静原地晚起了离家出走 关键是智障大雄并不记得将他顺移到了哪里 气得小多拉开起红脸特效 二话不说把大雄轰出了家 其料超能力者大雄不仅不慌 还要将喜训与媳妇分享 于是疯狂洗脑要将自己顺移到静香家 但没想到静香恰巧路过 大雄还没打招呼就原地消失 一头进了静香的浴缸 关键还被丈母娘抓个现行 大雄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胖虎 向他询问是否见过训练和 看着胖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大雄一秒认定此人就是犯人 于是他跟在胖虎身后发动透视眼技能 其料胖虎一个回头杀 大雄就一脚地板油跑到妹子面前求安慰 然而就在此时 静香的衣服慢慢消失 看得大雄热血沸腾 之后 大雄在路口看到犯罪团伙拿着脏物 二话不说就要用面力送两人飞升 可他足足看了两人九分钟 眼看就差最后三秒时 静香却再次乱入 出现在大雄眼前 要不是小多拉出门找猫女友 估计静香就大冤肿升天了 为了不让大雄这个老六继续惹事 小多拉原地开启了说教模式 于是大雄人狠话不多 立马就是一招眼神沙 小多拉上一秒还在输出着嘴墙闻血 可十分钟一到 他竟原地晚起消失 一秒骂到了家中 看着自家宠物口出如此狂言 老妈一个眼神沙 就让小多拉变成了野猫 之后 大雄再次找到虎妇二人正面刚 而这次他要干一票大的 眼看还差三十秒 小夫却提议要回家当个干犯人 大雄顿时一惊 立马汗跳到两人眼前 表演起了大吉大利妖魔鬼怪退退退 气得胖虎变身一拳超人 把大雄锤成了一包番茄酱 大雄这才意识到 吃到十分钟的超能力板太多 于是他提前堵在了小夫回家的必经之路 眼看两人就要走到陷阱处 胖虎却发现一钢棒 转身就要去上脚 起料此时镜香再次乱入 为了避免把媳妇送进医院 大雄只能自己躺下了香蕉皮与铁桶 之后 炸毛的大雄直接杀到了小夫家 刚要发动超能力 就被来劝架的小多拉拉走 因为小多拉觉得大雄的挂开得有点鲜嫩 与此同时 虎夫二人比帕金森还要抖 因为家中闯入了一名光头大汗 听到两人哭得比母猪生产还痛苦 大雄两人膀胱一扫 顿时惊地开启了原地蹦迪模式 然而下一秒 虎夫二人竟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自家水池中 奇料劫匪不仅没逃 还跑来在线吃瓜 被赶来的阿瑟现场抓获 那么宝子们希望自己拥有什么超能力呢